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潤凱人也是一位英國記者 和註冊護計師 他在1999年開始搞中國富豪榜 稍後我先介紹他的背景 一直排列了很多中國 比如頭五十名 頭一百名的富豪 這幾年不只是很普遍地說中國富豪 有些很細緻的 例如八十號的中國富豪 地產界的中國富豪 有很多這些所謂的排行榜 當然是從公開資料 作為一個上市公司 跟他計算數 在中國富豪裡面 幾百億幾千億的排行是怎樣的 對於這些大家都很羨慕富貴的 在華人社會 外國也是 當然會有興趣 1999年開始 這個排行榜一出台聲名大噪 他這兩天做了一件事 令馬雲 阿里巴巴的馬雲很生氣 他突然公佈了一件事 叫做 中國富豪的 套現排行榜 套現排行榜 你想想 也挺害怕的 他剛剛做了一個 2018胡潤套現企業家 30強 在前三天發佈的 2018胡潤套現企業家30強 早前 再一個星期發佈了 2018胡潤80後的富豪榜 很勤奮 前半個月 他發佈了2018胡潤房地產企業家榜 這些榜一直出來的時候 馬雲為何要這麼生氣呢 因為這個榜說 馬雲陸續續過去一年 他的阿里巴巴主席身份 以及他的家族 過去一年減持手上 大概是1100 幾萬的阿里股份 1100多萬 套現了110億人民幣 大概124億港元 成為了胡潤套現企業家30強的首位 在2018年 套現大王 這個榜出來之後 還有 除了馬雲 阿里家族 124億港元 還有排第二的就是海康威市 套現了89億 排第三的就是碧桂園 套現了71億 還有方大和卓爾 分別套現了超過50億 賣了這些股票 馬雲就很生氣 反應非常強烈 就轟 這個胡潤 套現榜就是挑動矛盾 質疑背後有動機 馬雲就說 我套現 其實目的 是公益用途 我沒有貨幣 我又怎麼做公益呢 這個榜如何透露 很細緻的 馬雲在去年7月1日到今年9月30日 即超過一年的時間 透過減遲 美國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的股份 套現了110億 而跟去年比較 馬雲的家族套現 45億 大幅增加了 65億 增幅是1.5倍 成為了套現大禍 胡潤研究所 就說 包括馬雲在內部份上榜的富豪套現 把錢拿去做慈善 拿去做慈善 不過胡潤的董事長兼研究員 讚賞馬雲在內地套現的富豪有先見之名 隨著中美貿易擴大 和內地的經濟增長 放慢之前 他已經做了這些功夫 有一點言效之意 用讚賞的方法 說他眼光獨到 看得盡 意思是走得快 走得摩就沒有什麼 沒有鼻歌 即是說他走得快 他厲害 就是這樣 令到馬雲為了這些 雖然我厲害 我走得快 你也不需要 用這種方式讚我 現在想害死我嗎 你捧我就是害死我 雖然說他做慈善 胡潤說 但馬雲反應很激烈 發佈了一個標題 中國不需要富豪榜 中國需要企業加精神 發表了四百字的聲明 聲明說 胡潤這個套現榜 價值扭曲 浮卡誤導 誤導公眾挑動矛盾 研究院制定這個榜 沒有跟阿里做任何核殺 質疑數據來源 懷疑套現榜的背後動機 對當年式的排行榜 感到難受 無法認同 向胡潤榜打過大交叉 確實是他們按計劃減持手上的股票 套現是按照 做公益的必然動作 阿里巴巴說 中國的企業加精神 是不需要富豪榜 是需要家國情懷 和世界擔當 而不是要富豪榜 剛才說過 不止阿里 這種套現 當然反映到中國目前的狀態 胡潤是回應的 他說計算方法是公正的 他說 盡量按照聯繫所有企業 如果是上市公司 就直接從公開披露的資料 拿出來 胡潤說能夠做到今年第20年 100個富豪榜 主要是因為用了公平公正的方法 胡潤從來沒有因為企業家要求上榜 或者要求下榜 而收過錢 OK 而收過錢 今天 對於阿里巴巴的馬雲來說 是非常敏感的一年 為什麼敏感呢 因為第一 他說退出 用一年時間 把公司的決策位置交出來 然後 一連串 他當然 說退出的時候 早作準備 亦都不停地把手上的股票 賣出來 徒然 亦有相當多的傳聞說中國 改革開放的政策 有大幅的改變 雖然習大大 習近平 和他身邊的人再三強調 民企是中國經濟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一定要輔助民企的發展 但是對於中國這些富豪來說 看回中國的歷史 這些保證其實沒有什麼大意義 跟豆腐差不多而已 堅硬的程度 跌落地下就很容易散了 很容易反面不認人 歌仔也可以唱 共產黨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樣 你相信他 自己不做兩手準備 其實最後撤底就是自己 所以這個部署已經是很長的時間 但是這個部署出來之後 你高調 就死硬 最好不要說 但是你不說 你以為他們不知道嗎 你一舉一動 全部監視了 但是零被人知道 就莫被人說 你說得出來 我不回應的話 我就好像默默接受 所以胡潤對於這群富豪來說 都是一個 整個人都好像刺爆他們的動作 更何況 胡潤真的有很多以往 非常好的成績 什麼好的成績 有人說胡潤是殺豬桌 為什麼說他是殺豬桌 過往17年期間 他在1999年 開始發佈 到現在已經是19年了 但是過往17年期間 至少有18名上去胡潤 100強的富豪裏面 有18個人是被拘捕的 譬如2015年 首輔李河君 有1807億身家 被香港法院裁定 十分嚴重的失職行為 被證監判8年 是禁止在香港出任董事 黃光宇三次上榜 486億 2010年因為非法經營 判監14年兩度減刑 現在還在坐 不止我剛才所說的 因為時間關係我不詳細 都說出來 你看得到 他真的害怕 他是殺豬桌 最好不要報我 一報我就會有事 所以對中國富豪來說 人不怕出名 豬怕肥 最好不要搞這些 但是 他當然是賺錢 大哥也要 這些綁 有人關注 有人買 有人看的 這些研究 他要不斷地做 這位英國人 剛才說過了 是記者出身 也是 做會計的 所以他有很多 統計的方法 去發佈這個榜 這個榜也越來越有公信力 在中國 做媒體 都受到關注 我剛才說 當中國的經濟發展 現在陷入一個下波期 第二 中國的政策 也有些二號擺不定 究竟對民企 會是怎樣的呢 這些富豪 特別擔心 當他上榜後 好像牽了肚皮 被人看了 他可以追理稅 他可以 無緣無故把公私合併 收位各有都可以 令這群人 民風喪膽 我相信 這個套現 陸陸續續都有來 這個套現 將自己的 前半生奮鬥的成績 希望能夠 找一個地方 好好地擺在這裡 不會一夜之間 建材化水化為烏油 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對於 譬如馬雲 這一類人來說 你越說他有這些行為 他就越擔心 最後清算到 斗令都沒有了 為何他發惡 也是有原因的 不過我想這位老外 他不會聽你的意思 你叫我不做就不做 所以 反正你上市公司 你的資料都是公開的 所以我想這種情況 會繼續出現 我想富豪 稍安無措 你不能阻止別人 唯有自己想辦法 將自己的資金 將自己的身家 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就是這樣 謝謝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 八達通的好易比同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 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 都可以